这个时候,主要,在中东有这个战火,请你保守你的死民,你兼顾他们,无论他们处在哪一方,我们相信你的恩手对于他们同在。 主要,你也借着今天世界的局势来给我们上警醒的功课,让我们知道你的日子近了,我们需要警醒度日迎接你来。 主啊,探望今天的信心,能够在我们心中扎根,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出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名,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者民得荣耀,祷告继续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先给我们纪念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敬我们的圣神,愿人有活在这里,愿人是一起在地上,同时在地上,我们日月的远时, 因心会人事成为我们,民主的乐杠,如同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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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因为国度,全佛,全死你了,直到我永远。阿们。 大家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最近的新闻相信各位也在关注 我自己也一直都有很重的负担 我们知道在中东陷入了战火 已经十几天了 巴勒斯坦 学起来说是这个哈马斯 他们在以色列的传统节日 祝鹏节 这一篇的黎明发起了大规模的突袭 最近不少人跟我聊起这件事 从他们的这个语气当中 我大概能看出他们的态度 我知道很多人心里是不像着以色列 甚至还有不少基督徒 他们觉得以色列有点不讲道理 仗着自己有钱 有高科技 有更好的武器 就可以为所欲为去欺负别人 OK 所以我的负担就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受到了太多外界舆论的影响 忘记了从圣经的角度来辨别真假 来分辨别是非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 我知道有很多在座的刚信主不久 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 它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更是全人类的历史 认同吗 全人类的起源 还有结局 应该怎么样 圣经里面早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为了教我们明白 神特别在万民当中拣选的音量本 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族类 是谁啊 就是以色列 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着信心 他们蒙了简选 也记录神的恩约当中 他们也本该凭着信心 完成神的旨意 成为他在地上美好的见证 可是问题来了 他们只愿意遵从自己的喜好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叫什么 这就叫网梗背逆 整部的救援 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 神叫他们消灭 迦南当地的族类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那些人早已经恶贯满盈 神只不过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 向他们施行审判 可是以色列没有听从 结果呢 把仇敌连同他们的偶像 一起留在了应所之地 然后神就借着列国的手 来审判他们 那再后来周边的国家一个个壮大起来 以色列人就成了贝鲁的奴隶 虽然七十年后他们回归 可是再过四百多年 他们又成了王国奴隶 那一次到现在 那是两千多年 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 以色列是全人类的代表 他们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他们受的审判我们更应该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更严重 我们更加枉梗被命 惹动神的怒气 所以有一天啊 圣经说整个世界都要受到审判 明白了吗 这样你就看到 做了两股力量的承战 世界的王和以色列的王 魔鬼和这位神 看出来没有 神简选的代表是以色列 而魔鬼的代言人是整个世界 这样我们看到 以色列是一个被全世界所排斥的民族 好不容易复国了 在哪一年啊 1944年 结果呢 联合国还向他们施压 一直到现在 向他们施压 叫他们不运还 之前几次打仗 赢回来的土地 各位弟兄姐妹 从历史上讲 我们并不是跟他们 有多么深厚的民族感情 但是从信仰上讲 以色列人在跌倒的时候 我们要是幸灾乐祸 这绝对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形态 所以要懂得站在神的一边 才思考问题 还记得在疫情之前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们分享过约书亚基 当时里色列人渡过约乱河 他们准备要攻打迦南地 摆在他们面前 第一座高大的城 叫人看了就害怕 那是什么城还记得吗 里面都是巨人 那座城的名字叫做耶利哥 是他们进入迦南 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 第一座拦阻和障碍 在攻打耶利哥之前 有一个细节 约书亚自己正在观察地形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怪事 什么怪事啊 有一个人不知从哪里来的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手里头还有拔出来的刀 约书亚很诧异 就问了一句话 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有印象吗 是敌还是有 给了他两个选择 可那个人回答都不是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领帅 他敢这样说话 约书亚才明白 原来这个人是天使 他带着神的权柄来了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约书亚一直坚持自己的判断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话 那他一定会失去神的存在 但是他明白一点 我的看法不见得是对的 我的立场 我个人的立场 在神面前必须放下 所以约书亚谦卑服服下来 把自己完全交脱了 他说我主有什么话 请吩咐仆人 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约书亚跟神的关系 不是请你来帮助我 而是我做你的仆人 我愿意跟着你 来完成你要成就的事 各位 这才是我们对神应该有的害 同样 在今天这个 这个尾巴战争上 我们个人的意见 一定是对的吗 这个外界新闻媒体 发出的声音 就一定是对的吗 所以要懂得放下自己的立场 看看我有没有站在这边 今天要分享的尼西米记 就是百姓归回之后 重建圣城 所遇到的第三类拦住 内忧和外患 我们从尼西米的身上 就能看到这种特质 它没有去跟从人的声音 没有去听从人的看法 甚至连他自己都完全放下了 而是单单遵行神的声音 单单与神同工 与神同行 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必备的生命特质 因为我们愿意全然跟从主 跟从他到底 不过透过刚才的经文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能看出一个情况 哪里有神的作为 哪里就有魔鬼的阻拦和承扰 我们都愿意跟从主 没有问题 但是仇敌不会善罢甘休 这里头仇敌设下的第一个诡计 叫做请君入供 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 其 赛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 说请你来 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尊庄相会 阿罗却害我 OK 这是仇敌设下的第一个诡计 叫做请君入供 什么叫请君入供 就是设好圈套 让你来钻 阿罗平原距离耶路撒罗30多公里 去那边干什么 目的是把尼西米骗出来 好下手害他 那这里的害很可能是肉身的伤害 也有可能是要破坏尼西米的名声 在精神上摧垮他 总之不能让他留在耶路撒罗 继续当这个总指挥 来完成城墙修建 因为我们读经 当时城墙已经修完 只剩下安装门闪 这些仇敌没有机会了 于是就转向攻击 以色列人的各个领袖 其中就包括尼西米 那你说有没有效果呢 答案是肯定的 其中不少祭司 是教导百姓律法的属灵领袖 他们就被拿下来 跟仇敌同流合污 一起来对付他们心灵 后面我们会提到 所以你看仇敌非常聪明 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 击打牧人 羊群就分散 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把尼西米骗出来 而且不止一次啊 同样的诡计 仇敌一连用了四次 尼西米都没有上当 如果按照人的血气 照着人自己的想法 不去的话显得我胆小 以后传出去名声不好听 所以哪怕是红能燕 我也要闯一闯 这个单刀附会 那样就上当了 用办法 尼西米不去不是因为他胆小 乃是他清除自己的使命 就是做好身的工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迫切 每一天他都要负责调度资源 监管工程 还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 他怎么可能离开 所以尼西米的态度 就是断然拒绝 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个也告诉我们 对于仇敌 最好的防范措施就是 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 我觉得今天有很多异端 他们在路边 传他们所谓的福音 甚至有的还上门 这个敲门 圣经给我们学到的功课是 不要有任何回应 不要跟他们有任何接触 这就是最大的策略 有人说我们应该有最起码的礼貌 他既然跟我讲话 我也要有个回应 要跟他传福音 但如果你一旦跟他 进行一场有来有往的对话 你可要知道 不见得是你给他传 很可能是他在给你传 那样你就中了他的拳套 甚至离弃了你的信仰 明白吗 今天很多异端就喜欢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这个人 像我们 我指的就是我们 我们经常接到一些电话或者短信 内容是什么 就是某某的组内肢体非常软弱 怎么软弱呢 有个情况是生病 还有些是情绪低落 需要安慰 总之就是一个目的 让我们去关怀 去探望 你说我们去不去 然后呢 还告诉你 其他弟兄姐妹也会来 你一听了有的人你还认识 结果一去就中了圈套 因为人的热心和爱心往往会被利用 好多的牧者就是这么跌倒 最后呢 在信仰上变结 让这些个仇敌的祈福得逞 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 被人家邀请探访怎么办 我的答案就是 叫他把人家到教会来 有问题在这里解决 不要被一些闲杂的人 闲杂的事情给吸引过去 这就是从你心里学到的功课 坚守圣功 丝毫不畏所动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传福音抢救灵魂 这是基督徒的大使命 记得主耶稣怎么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里特别强调是我们 很多人 所以不管你有多属灵 都不要单独行动 不要单独征战 更不要离开教会 离开一个身体的人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 可是还不算 紧接着仇敌又使出了第二个轨迹 我们一同来读五节六节 请 你看这里已经是第五次了 这也说明什么 仇敌的攻击和阻挠 不会轻易散发甘休 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 手里拿着未封的信 意思就是已经公开了 谁都可以看 很明显 这是故意的回报 为了给尼西米增加压力 给他扣了一个什么罪名 带头谋反的罪名 跟当年主耶稣一样 想要做犹大人的王 那好了 这就是你修建城墙的目的 你认不认 还有啊 这件事情在外邦人当中 已经传开了 早晚会传到波斯王那里 你要不要当众来解释一下 免得越难越难 你看这个就是 你的第二种手段 无是生非 把没有的给说成有的 而现在你看 还使用了激将法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本人要过来 做个澄清 那样我们才会幸福 你看一方面 还是想把尼西米给引出来 就算他不来 要不断地给他扣帽子 要诬告他 把他脚的心神不宁 无法做工 你看这个手段 是不是越来越下作 同样 如果尼西米是个 熟血气的人 他早就火冒三样了 对不对 或者说 假如他是个男小鬼 这件事真的 成海了怎么办 人言可畏 如果城墙真的修不下去了 被禁止 我怎么向神交代 可是你看出问题没有 当初是谁下令 修建城墙的 就是波斯王啊 这是王的旨意 有任何疑意吗 没有 再者说 那些诬告的人 如果有真评识据 早就告到波斯王那里去了 还能提前通知尼西米吗 所以想都不用想 这一定是仇敌的诡计 引诱不成 就开始恐吓 目的就是让他的信心动摇 可尼西米是怎么回复的 在第八节这样说 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 你所说的这事 一概没有 是你心里捏造的 你看这个就是他的智慧 一句话讲清楚 不做过多的解释 抓紧时间往里 因为尼西米明白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必须抓紧时间 不能被你牵制 同样的道理 今天许多异端 也是这么攻击教会的旧的 给他们制造了一些个八卦消息 一些流言蜚语 然后四处散步 如果你真的用心去跟那些人争辩 你再去到处澄清 那你就等于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你服侍神的时间跟精力 全都被浪费了 而且你知道吗 很多误会是根本解释不清的 只能起到反效能 还不如不解释 这就是仇敌的诡计 用诬陷跟诡谤 把你搞得教头乱额 疲于奔命 最后失败跌倒 那怎么办 别忘了主耶稣讲过 你们回答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所以简单的否认就够了 没必要过多解释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这是第二方面 可是这还没完 接下来 林熙敏又经历了一次 后院起火 出于自己的同胞 因为这个同胞被仇敌收买 变了结 就转过来陷害林熙敏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同来读的时间 奇 我到了林熙敏的亲子 子丽莱雅的儿子 那时他闭门不出 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叶魂闭面 将叶魂关锁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就是叶魂来杀你 你看到宁喜米来到 司马亚的家里一定有事情找 可是他闭门不出 不愿意在加拜克 理由就是外面可以危险 有人要在叶魂来杀你 那现在我提个建议 我们不如躲到哪里 神的殿里 进入圣殿 然后关门上手 那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如果不加思考的话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 圣殿是最神圣的地方 外人根本进不去 躲在那里再安穿不过了 他这个人是在帮我 替我的安全着想 我应该感谢他才对 是不是 可是宁喜米完全没有领情 他又一次断然拒绝 在十二节说道 我看明神没有拆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 是多米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 意思很明显 他被仇敌收买了 他假装有危险 假装害怕 好 邀请我去圣殿里躲避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士马亚能够进入圣殿 说明他是祭司 OK 懂得律法 那好 按照律法 你心里是不是神职人员 他不是 以他的身份能不能进入圣殿 不能 所以看到没有 这又是一个陷阱 自己人挖的 一边关心他 一边引诱他干犯律法 这样就有了把柄在别人手里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宁喜米回来可不光是为了修墙 他还要带领百姓恢复敬拜的生活 那后面就会读到 他邀请米斯拉宣读律法给百姓听 目的就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面前 可是如果出了这样的事 人家就会议论说 你看 邀请米为了保全性命 他自己都帮带律法进入圣殿 那我们凭什么还要遵守律法 对不对 以后他还怎么管理百姓 所以这样的话 在别人眼里 他就等于失去了权力 你自己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人 凭什么还要求别人 所以在这个《以徒所书》第五章 他也提到 我们基督徒无论说话或者行事 都必须合乎圣徒的体统 也就是说要先守住自己的本分 别人才会尊重我 假如你心里稍微让步妥协 那他一定会身败明练 这对于今天的教会 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要提防那些虚假的热心 很多热心的背后都带有试探 为了让人跌倒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省察自己的爱心 看看这个爱心是否呵护真理 要记得不是什么忙我们都能帮的 有些忙一旦帮了 很可能就会让自己 让教会失去见证 所以要常常请请凡事都帮 做好自己分类的事 做好让神能感动我们去做的事 所以这是今天的负担 透过这些经文 你发现无论内忧还是外坏 以上出现的这些危机 都有一个共同当中 就是要让离心惧怕 让他不能完工 让尼多撒禄不能建成 让神的百姓继续被列国欺压 其实要像这些把戏 仇敌早就用过了 你如果去读以色拉记 之前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时 就被这些仇敌给拦住过 结果停工了大概九年 所以这一次你就明白 为什么你现在一口气都不敢松懈 一方没有防范仇敌的各种伎俩 同时还要小心自己人背后的暗算 你看银枪暗箭 他都得用 做神的管家和领袖 真的不容易 这里面的信息其实很好理解 但是我们不要当成知识来领受 比如在音乐上 你能不能联想到 今日的教会和以色列 也面临强危机 假如说当时尼西米向那些手里妥协 那请问耶路撒冷藏还能守得住吗 一定守不住了 就算是铜墙铁壁都没有用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教会里面有没有内忧外患的问题 一样存在 不用我多讲 相信各位心里都清楚 如果教会对世界的力量操控 跟这个世界打成一片里的话 那是一定没有力量征战的 更不要说得胜了 你看跟不幸的人结盟 与世俗为友 这就是教会的内忧和外患 这也是复兴的最大拦阻 我们看到这背后 明显都有魔鬼的工作 所以我真的盼望各位弟兄姐妹 都能有不同的负担和看见 从当日尼西米所带领的以色列 再到今天的以色列和教会 你应该看到一个同样的主题 那就是神的家里 为什么神的家里一直都没有平安 OK再回过头来说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关心以色列这个国家 尤其是看到最近的新闻 可是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今天以色列人有没有回到用水之地 他们早就回来了对不对 刚才有人回答 1948年见过 所以以色列人早就回到了用水之地 可是他们一直以来有没有和平 有没有真正的平安 没有 为什么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他们不是从万国万民中归回了吗 可为什么能有真正的平安跟死了 透过今天的信息 以色列有没有内忧跟外患 都有 你再回想约初亚纪 当时约初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 以色列人有没有按照神的吩咐 把迦南地的各种族类完全消灭 或者搬走 有还是没有 没有 对不对 结果到了今天还有人跟以色列抢地盘 说这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地方 你知道很多问题答案都在圣经里头 这个外患的根源一直都没有清楚 导致现在周边的穆斯林全都反对 可是你会说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这个时候神应该帮助他们伸出援手才对 那为什么好像一直在袖手旁观 你看问题又来了 神不是允许说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难道神的允许会落空吗 没有错 但神是不是也说过 你们要爱我 遵守我的诫命 才能蒙福 否则我将把你们从最块地赶出去 这样的挺高 有没有 有 你仔细看看旧约 当以色列全国都在拜偶像的时候 神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把他们扔在列国当中受审判 那你还会问 今天的以色列拜好相吗 OK 你去看看新闻 今年的六月份 在耶路撒冷 还有以色列现在的首都特拉维夫 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同性恋大游行 到处 你看这个新闻的图片 到处都是彩虹旗 这种活动已经是去了二十多年 以色列人对这个LGBTQ 持非常关心的态度 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你看这就跟旧约时代 把外邦的偶像抬进来 全国上下都设立秋谈来办 没有分别 所以神一次又一次 把他们交在外邦的手中 你说以色列人有没有学到功课 好像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好好读圣经 不吸取教训 那么我们也没有学到功课 跟他们一样 明白了吗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读一次圣经 每听一篇信息 都不要让它白白过去 为什么你心里能够稳如盘事 不受搅扰 因为他懂得识别风险 什么才算是风险 对他来说 任何破坏修建城墙 扰乱民心的言论和行动 都是出于魔鬼的作为 这个大方向永远不能改变 尼西米所领受的意向跟使命 就是重修圣城 重建圣灵 在这条路上 任何的拦阻都可能成为风险 都需要尽快解决 你看这就是他属灵的战略眼光 守住这个大方向的同样的运动 那么在具体处理危机上 他也不分内外 没有说这个人是自己的同胞 就网开一面 而是一视同人 因为罪就是罪 不管从神那里来的 都必须彻底对付 OK 那么作为基督徒 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 同样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使多人成为主的门徒 此外呢 我们个人还要跟神建立新密的关系 透过读经 祷告 研究 敬拜 等等 很多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放心得出一个结论 任何妨碍 阻拦我们侍奉主 跟从主的人 不光是人 还有人是物 都是信仰方的危机 任何阻拦我们的人数 都是信仰方的危机 那怎么办 应该尽早被对付掉 认同吗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看见 这么感谢主 你就从这卷书当中学到功课 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从您心里的身上学到这种神明的功课 这个功课就是站在神的一边 我们要懂得站在神的这一边 你看尼吉林主说的 无论内忧还是外患 各种的噪音 外面的闲杂声音都能为他自动消除 用今天的话来说 这个人的心理素质 或者说抗干扰的能力特别强 因为他只认知神的声音 如果他选择一条一条的去回应 去跟那些人有来有往 那正好中了人家的圈套 到时候会几个外生枝越生越多 或许他的心理产生过遥动 因为他也是人 可是他宁愿放下自己的看法 也就是说没有站在自己的角度 而是选择站在神的一边 结果怎样呢 仅仅52天 城墙就已经亡国 放到今天我们都不敢想 居然这么快 所以透过这些经文 你能读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尼西米快马加鞭的工作 生怕被人打断 他为什么这么赶时间 你能体会到吗 为了要完成神的托福 所以在信仰的路上 你还认为人的工作不重要吗 在教会复兴的路上 你还认为人的努力不重要吗 记得我们分享第三章的时候 尼西米记第三章的时候 我放了许多的结构图 尼西米把四维的城墙 分成一段一段 哪些人负责修建哪一段 还有印象吗 听起来很枯燥 对不对 但是结果如何 在第六章这里没有我们看到 那些仇敌听见城墙建好的消息 就很惧怕 仇无眉不展 是不是很奇妙 本来仇无理想到尼西米他们惧怕 可最后感到惧怕的是他们自己 这就是神的大能 所以说呢 站在神的这一边 至少很重要 为了完成神的托福 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会一种 我管他叫属灵的倔强 什么叫属灵的倔强 就像尼西米那样 你越是来捣乱 我就越要加速 抓紧时间尽快往工 越是仇敌不想让我做的事 我就越要把它做好 谁也拦不住 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与神同工 与神同行的决心 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智和影响力 那真的会无往不胜 OK那么再联系到 今天中东的冲突 你应该支持哪一边 OK你可能会说 当然是以色列 无论如何 我都要无条件地支持他们 你是这么想的吗 如果是的话 你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别忘了圣经中提到两个以色列 一个是从肉体 宗教 律法上定义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亚伯拉罕 肉身的后代 另一个是凭着信心 蒙受应许的以色列人 包括今天那些 亲心爱主的基督徒 看到这两者的分别没有 你在为哪个以色列祷告 如果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劝你今天想一想 否则的话 你所支持的很可能是西安富国主义 这是一个极端的犹太组织 受到他们的影响 你也会把地上的耶路撒冷 当成永远的圣地和敬拜中心 你也会把重建第三圣殿 当成你信仰的终极目标 看到问题没有 我们要归回的是属天的耶路撒冷 也是永生神的居所 那里才是我们永远仰望的天家 所以不要站在人的一边 要站在神的一边 OK 我们回头再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以色列人重修圣殿 圣城 是在他们被归归回之后完成的 为什么当年他们被归到巴比文 是因为他们跟列祖所犯的罪 那是一个非常屈辱的场面 我们上个礼拜十般在这里现场 唱了一首 这个西伯来奴隶之歌 就是出自诗篇137篇 你能听得出来 以色列百姓在贝罗之地 还带着那种对故乡的哀思 不过几十年后 巴比伦就被波斯给灭了 波斯王古列下令 所有臣的百姓都可以回到耶路撒罗 重修圣殿 并且敬拜你们的神 这也正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神透过耶利米说 你们要服侍巴比文七十年 只等到日子吗 所以你如果仔细不上天 很有意思啊 当这个被归归回的时候 当时的婴孩那些小贝比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那更不用说那些亲身经历过王国的人 全都是老年人 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真的就像做梦一样 在那个时候有诗人写了这样一首上情的诗篇 为了向神赶恩 就是诗篇的一百二十六篇 跟刚才说的那首被读的诗篇 刚好形成一个对比 OK我们一同来读这首诗篇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读的代表 代表一些爱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 我们南宗醒校 南宗康主的时候 南宗康主人说 耶和华为我们行的大事 严谣华果然为我们信了大使 我们的尊占喜 严谣华求祢是我们为何人会回 好想满地的何与复留 流泪咱们必换物收歌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看满乐乐的带着我们来 OK 所有们就明白 原来宁西米带领百姓重建圣城 都是从这些人里头产生的 你可以想象那种喜乐欢同的场面 他们还带着对神的感恩 怎么看出来的 你仔细读头一句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褥的 带回西安的时候 作者可没有说是波斯王的好政策 让我们归回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 这一切都是神的大梦 是耶和华是非要的 微微喜安 所以我们才能像做梦的人一样 而且第二节 就连坏一帮人都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使 各位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好的见证 当别人看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时 也就是你荣耀神的时候 所以只有神才能行奇妙的事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就像第四节提到的南地 以色列的沃土最南部 那是非常干旱的地方 可是河水却能复流 还有一个场景 当时老年人哭泣 少年人欢呼 为什么 我们也解释过了 老一辈的人为什么哭啊 因为他们看见过之前 所罗门圣殿的辉煌 他们也经历了背鲁的苦难 可是对于少年人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们从此有了复兴的盼望 有了神的存在 我们以后不会成为一个列国嘲笑的对象 所以这是一首回归的赞美诗 不单单是回到应许之地 更是回到了神的恩典当中 你看这才是邪恶的源头 那么话说回来 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人 没有当日的那种感赞和大大的邪恶 他们被掳的时候 那首诗篇说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西安的歌呢 没错 在外邦当然不能唱西安的歌 可是如今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 回到自己的地方 还是不能像这首诗所提到了 唱西安的歌 为什么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回归并不等于复兴 甚至复国 都不等同于复兴 真正的复兴 一定要重新跟神恢复关系 阿们 阿们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负担 作为基督徒 我们关心以色列没有错 但是也要看到 以色列人没有活在神的址里当中 所以神还在管教他们 同时也给我们学习功课 我们求神的大蒙托住以色列 摆脱周边国家带来的危害 但同时还要为他们的罪祷告 因为他们内部有很严重的属灵问题 需要确证 以色列想要得胜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幸灾乐祸 要记得我们也是新约的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加拿大书说 那以信为本的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自己 所以也要为我们自己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守住信心的火效 这里我再强调 我们所支持的 既不是西安富国主义 也不是律法主义 更不是世俗化的犹太教 乃是在基督里的真以色列人 这里不分犹太人的关系 无论他们处在哪一方 都是神的子民 你仔细去看新闻 巴勒斯坦那里有好多的基督徒 前两天被炸的那个医院 就是进行会所修建的 所以无论在哪一方 都有神的子民 这里不分犹太人的外邦人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但我们还可以唱天上西安的歌 为什么 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都成了新约的以色列人 只要站在神的一边与他同行 我们时刻都能唱出那种回归的喜乐 因为我们在地上所仰望的就是天上永远的家 那里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 阿们 阿们 我们现在就来学习这首回归的诗歌 节奏非常宽快 如果有会唱的在座 我们就大声来唱 非常的喜乐 还有啊 这首歌也就会了 刚才的那个诗篇也就记住了 可以离聚两个 我们一同来唱 好 敬起礼 我们唱两天 我们唱一首歌 好 敬起礼 我们唱一首歌 宗盛 好 敬起我 来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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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小 吉祥 万小 一首歌 弃 吉祥 我们想捉摇的人把贵荡家 我们无头的死瘦感受贪复 是果然为我奔心的事 主啊是愿意的长光 小爱的流血不流 看大富豪连在豪复 天哪少年人在保护 如今我每一同经历年唱歌 对撒绝与你本无所和 阿弥陀佳将我更多的回家 这些愿意荣耀归烈和花 当真正大被努力的灰心 我们想捉摇的人慢慢跟着 我们无头的死瘦感受贪复 是果然为我奔心的事 主啊是愿意的长光 小爱的流血不流 看大富豪连在豪复 天哪少年人在保护 如今我每一同经历年唱歌 对撒绝与你本无所和 阿弥陀佳将我混同的回家 这些愿意荣耀归烈和花 是愿意荣耀归烈和花